体操队新世界冠军世锦赛夺冠意味着新的开始 世锦赛的夺冠意味着新的开始 胡旭威说 2021年12月24岁的胡旭威登上了国家体操队世界冠军榜 在日本北九州举行的世锦赛上 胡旭威独揽单杠双杠两斤成为当届赛事唯一的双冠王 单杠比赛胡旭威在决赛提高难度 战胜包括东道主选手乔本大会在内的众多高手 胡旭威的登榜时刻不可谓不要眼 但背后所凝聚的泪水、汗水和心血却显为人知 从2017年到2021年 胡旭威遭遇数次低谷和伤病 坎坷的经历让胡旭威产生过退役的念头 在教练正好的鼓励和自己的坚持下 他先是在陕西全运会上摘得单杠金牌 而后终于在世锦赛上取得了突破 谈到世锦赛上的进步和成长 胡旭威归功于心态的成熟 首先是学会了放平心态 他表示 以往自己一堂训练课练不好 就会一直练到感觉好为止 感觉练好时 身体已超负荷运转 没办法支撑后面的训练 另一方面 他开始专注于细节 吃饭时会根据训练情况进行补充 比赛时更是全情投入 自己进入了一种很专注的状态 这种状态下每个动作都很清晰 感觉都在自己手上掌控着 胡旭威说 是锦赛单杠和双杠比赛 胡旭威都是在决赛中提高难度 所使用的难度都是首次在比赛中使用 全套动作也是在陕西全运会后才成行 那时距离市锦赛开赛仅有两中 短时间内熟悉整套动作 并在比赛中出色发挥 得益于胡旭威的精神训练法 每练习一个动作 每个细节都会在脑子里练无数次 在胡旭威看来 重要的是精神训练 今年是郑浩带胡旭威的第十个年头 他见证着胡旭威心智的成熟 他小时候很能练 大了之后反而练一会就累 郑浩说 小时候只是在用身体练 现在是动脑筋练 他的累是脑子累 从能练到不能练 从用身体练到动脑子练 从跟自己较劲到学会放下 这些都说明胡旭威的成长和成熟 其实 他的成熟还体现在面对挫折和成绩的态度 面对两枚市锦赛金牌 胡旭威保持着平常心 很平静 走下领奖台就已经归零了 他给我的只是一个更高的平台 让我重新开始而已 自己经历过一些挫折 但因为这些挫折 让自己的基本功更扎实 难度储备也更多 胡旭威认为 2021年是自己运动生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自己不再患得患失 而是专注于动作和发挥 上去时就知道不会失败 胡旭威认为自己还有潜力 在新周期继续提高 市井赛后 他没有过多恢复 就投入到东迅中 作为全能选手 脚上一直制约着他在跳马 自由操这样废脚项目上的发挥 新周期除了所擅长的单杠 双杠和安马以外 他将重点加强跳马 为了在跳马取得突破 胡旭威已经开始训练 把上板脚从自己一直有伤的左脚更换为右脚 登榜仪式上 胡旭威拿出了三年前 自己在困境中做的拆字诗 他把正浩的名字拆开 藏在诗中 当场送给了正浩 胡旭威还有感而发 为自己也做了首诗 他渴望三年以后 自己能够以奥运冠军的身份再次登榜 到那时他将再拿出自己三年前就已写好的送给自己的诗